Hello 大家好 我是Sylent 很高興跟大家再次見面 那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如何挑選對的清潔用品 那這個議題其實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會分幾次來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先教大家怎麼去判斷 什麼樣子的清潔用品是對你是最適合的 先从这个酸碱度来判断 我们等一下去看 然后要做这个实验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准备这个 这个实锐试纸 就是酸碱测试纸 这个酸碱测试纸 里面有很多张这样子的试纸 这样子的试纸 然后再准备一壶水 这个水我们现在 一刀不剪 直接就把它拿来 放到这个水里面去 这个水证明它是 它颜色有点像秋香色 大概是落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PH值是7 PH值是7 所以证明其实水它是中性的 那我们现在要 接下来要测试的是我们的皮肤 我们皮肤它是什么性的呢 来我们继续 加一点水 然后放到我们的皮肤上面 皮肤表层 拍一下 诶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跟水的颜色不太一样 拿起来 有没有 有一点偏黄 比黄色再更中间一点 其实它是大概是 橘色跟黄色中间 所以为什么坊间现在在讲的 我们的皮肤其实是PH5.5 PH5.5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 我们拿了一个 现在业界非常有名的 这个高湿的 高湿的产品 来 我们先随便拿 再拿一个 这个清洁 这个清洁 它其实卖得非常好 我们继续加一点水 来做实验 然后来做 看它的酸碱度是什么 有没有发现 它马上变色了 变得非常深的颜色 大概在这里 所以 其实它跟皮肤 是完全不同的颜色 皮肤是 在这里 它在这里 所以你拿 在这里的来 清洁你的皮肤 这是对你的皮肤是不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 另外 坊间还有这一种 这个水晶800 水晶肥皂 一块才几十块的 很多人拿这个来洗脸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呢 它更蓝 它其实更减 它其实更减 它差不多也是在这边 有没有 那既然 差不多 那你就用这个洗就好 干嘛 一个 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个呢 那更有人 现在 去拿 这个外面 去做这个 叫做 手工肥皂 这一块是我们自己用 做的手工肥皂 花了很多钱 这也很贵哦 那我们来试看看呢 就算是手工肥皂 它一样 都是抢碱 都是抢碱 我们现在拿 跟洗厕所的 这个碱度 来清洁我们的脸 其实会过分清洁 过分清洁 就是你的长期下来 你的脸就会长斑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 newskin的 这个 它叫做 捷布霸 清洁中的霸主 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来看 它其实是用葡萄又精脆 它不是用 科性钠 不是用清洋化钠去 造化 所以 它的 它不需要经过 这个清洋化钠造化 它的性格 性质就不会是 这个 有没有 放上去以后 它马上变成 有一点橘 又不是太橘 跟我们的 这个皮肤的表层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其实做完这个实验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 挑选这个清洁用品 一定要非常注意 一定要挑选 对于你的肌肤 不会太刺激的 这个弱酸性的 产品 不要再挑错了 这样子 只会让自己的皮肤 越来越差 相信大家看完实验以后 都非常的惊讶 那 我们这个节目的 这个宗旨 就是要让大家 能够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 这个保养品 让大家 变帅 变美 变健康 我们下次见 拜拜